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知巧巧小30號 俏麗化身小丸子出席活動 提到自己大而化之的個性 和小丸子非常相似 國小時每次暑假作業 都要拖到最後一刻才完成 愛佑姐姐有練過 小朋友不要學喔 我自己很像小丸子的部分 真的是最輕的人才會看得到 譬如說像我會撒嬌的對象 譬如說長輩或是另外一半 因為我有些部分很像小丸子 是因為我很無賴 有些事情明明就是我該做的 然後我就會在那邊五四三 然後講一堆屁話 然後其實說出來就是我不想做 要請大家幫我做 小時候暑假作業是要最後一秒才會寫 我非得是要最後一秒才會寫 小朋友不要學好不好 真的不要學 可是我也是常常就是最後一秒才在 就是跟小丸子有些個性很像 出道13年首次入圍金鐘獎戲劇節目 女配角的喬喬 會問及戰服試穿得如何 沒想到我們瞧瞧再度小丸子上身 自爆還沒試穿過禮服 不過紅毯上一定會美美的 我覺得不論是有沒有入圍吧 反正就是把表演做好嘛 所以反而就是過了那幾天之後 就覺得其實生活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就越來越平常幸福 所以對於這個紅毯第一美的頭銜 有沒有把握 完全沒把握 這個我不爭 我是喬哥嗎 我覺得就是只要有穿出自己的特色和個性 我覺得就很棒了 汪牛新聞網採訪報導